我们这边来看一下LS对战当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个胜负关系就很微妙了 平局是加赛 谁赢谁就赢 这个看一下吧 有一说一呢 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角色 红夫人跟红蝶 红是双姐妹 宝瓶其实还是都不错的 但要真胜的话没那么容易 他这边是掏了一个想直接翻盘带走的 但记录员这个角色有风险 删来的话第一个点找到的是这边的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带的是双坛 这边记录抢你一个窗 好 敌刀有了 而且再给你补上一个记录 这样的话待会还能再抢窗 如果说有窗的话 还挺好 前面这一刀再加上这样一个记录 对于记录员来讲我觉得挺赚的 我觉得挺赚的 挺舒服的一个开局 这边心理学家是不是又得吃一刀了 吃一刀以后看待员这边有两块磁铁 看待员在医院里面的吧 应该是在医院里面的 看待员得保 这个心理学家不能那么快倒的 这看待员有两块磁铁 我觉得得交了 但凡这边闪现一刀抬走 我觉得这把是记录员保平真剩了 过来队友帮忙下板子 来看这个闪现 真敢闪呢 你是真敢闪呢 这个闪现万一没打准呢 当然也是这边如果不闪的话 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弄 帮忙扛一刀吗 能扛 弹开 可以 这一波磁铁 又是他 他就是那把的那个机球手啊 小伙子操作是真的蛮不错的 而且打得很凶很硬 这边心理学家上二楼 老哥把这两个疯窗交了 是什么情况呀 他进行了一个新的记录了 是吧 这波这个勘探员是真给力呀 这波勘探员等于说是 把整个团队从 瀕临崩溃的局面下 给捞了下来 捞活了 这边再吃一刀 那心理学家这边还能再拉一波点 前面的话 这边板子给你下了 一刀还没打中 完了 这记录员 前期的节奏有点差了 真有点差了 不加 虽然说穷者的密码机 好像现在加起来是 两台半 才两台半 大家可以看这个事 哎呦还砸了个头 哇去 心理学家在队友勘探员的鼓励之下 奋不顾身的一个 哎 哎呀 我感觉记录员这波节奏就打崩了 他就 现在有点乱了 真有点乱了 一刀过板刀 外面的总量三台 这勘探员待会还有一波三连呢 现在两块磁铁 等他待会修火机子有三连呢 这边大副先来救一波 外围的密码机 大副还救在附近 大副卡半救一波 剩下的就交给这边的勘探员和杂技 用勘探员和杂技的机子好 或者交给勘探员一个人 我觉得就够了 最后一波让勘探员一个人救 这样的话呢 杂技可以过来跟勘探员一起修机子 这样的话呢 不会被压这个机子 这边心理刹拉开就行了 头体拉开6 不可能 不知道什么叫做牵制 我只知道什么叫做拉点 对吧 我的心中只有拉点 来了 勘探员这波就要来 勘探员这波就要来 人家说对吧 待会救下来再来 他这波就要来 这波就要来 距离上面来讲已经差不多了 第一块字点丢 顶金身 哇 这个金身顶了 你没得打了 兄弟 这波金身顶了 这个人又不是挂飞 这波金身顶完 你后面打什么呀 没得打了呀 杂技也来了 这波是不能交金身的 这波金身交完 你后面100秒的金身真空气 但是我觉得杂技其实应该去跟队友一起补机子 要不然大幅一个人修这机子 毕竟这边有一刀 万一一刀针对一刀打在这个人身上呢 我觉得两个人修机子一个人救就可以了 毕竟这开战员这么给力 这边的话 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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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捞下来 吸 我漂亮 这配合 再一颗火球封你技能 暂停了 这边的话是刚才的那个大副暂停了 是吧 当然我看心理学家那个走位 咱有一说一 我觉得看他追不上了 直接你怎么看 对 而且有个问题 就是刚刚那个板子 他因为没有选了绕板 可能那个板子看他也没有办法帮他了 对啊 人家说进入到废墟 看还有没有别的说法 他进得去废墟吗 我有点怀疑 应该能进 因为我觉得勘探手上不是还有 瓷片吗 还有铁 对 但中间的话没有东西给他吸 只能说弹一下 是吧 正好弹到心理旁边 然后打心理一下 好 直接送一个闪 其实我反而更加担心的是大幅能垮击 不是 杂技已经过去了 对 但是当时杂技是从女神像过去的 对 另一台机还在大门的方向 对 所以你要过去 还得勘探帮他保到另一台机 两个人能修完 对 而且对于监管人来说的话 我只要击倒他 我就可以那个了 我就可以专心控密码机了 然后我有兴奋 我等兴奋好了 再挂大不了 反正我这局 起码保一个屏 咱还不至于输 对吧 我觉得 布里尤这边的话 一定要想方设法的 把这个屏级拿下 但是他并不确定 大幅能垮击到底有多少 只是在第一波挂人的时候 看到了那密码机30多 是的 对吧 不好说 刚刚这边兔宝说 心里那个走位 看待员扛不到刀了 确实我想了一下 好像是的 但是扛不到刀 归扛不到刀 他还有一块磁铁 这块磁铁 能不能拖一拖 那密码机现在不够 现在密码机才修了50 好像 真的让看待员 把心里夹绑下来的 这开门站一个兴奋的纪录员 那就是毫无作用 对吧 我甚至我跟心里 我都不一定能终结到心里 就这么说吧 对 而且你这种打法的时候 因为你心里是一个上挂飞 但你大副是一个铁屁股 我可以大副过来帮卡 对 这是一个 就挺有意思的打法 因为你大副坐得起 你不敢走 你走了那边 B给你偷了 我从小门赶到大门 我还能跑一个来回 就得了有大副 对 大副想着 我长记性了 我上一局没等到你是 因为我没点三甲妹 我这局我带着三甲妹过来 是吧 总不至于再给我上香了吧 是 所以也可以 但是终究在那种情况之下 先要考考 应该是卡了 应该是卡了 如何打到开门站 就是两个人休密码机 同时两个人反正都要快 但凡有一个人被记录到 多不可以 对 对吧 对于球者来说 手速要求是非常快的 因为记录员的这个 是没有什么前游而言的 现在手速很快 那些记录员 就是基本上躲不掉 然后以我现在这个反应 是吧 有点躲不掉 还好开了 我都 尿都有点急了 这我现在在憋尿看 来 记录了一波大副 怎么已经 怎么已经到 到废墟了 这到废墟 那有的打了呀 这不刚刚不是从 女神像转 这边废墟中间 有波空地的吗 怎么转进来的 这杂技 勘探 各能扛两刀 勘探员这边还有磁铁 你还想 你还想打我们的 这个心理学家 那真的 开玩笑一样了 这个不可能给你打到的 这个绝对不可能给你打到 两个人当人强 这名马鸡都能修量 对啊 就人强了嘛 人强战术 慢慢拖 勘探员这边手里面 还有一块磁铁 这边而且已经切了个金身了 关键是已经切了个金身了 你要是有个闪现 把这边闪过去 对吧 把那那那那 哎呦 看他越秀啊 完了 要他开门 这还是个金身 这密码机95 现在记录员有点犹豫了 他真的有点犹豫了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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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就穷者在这个点 这三个人 趋向于无敌 真的趋向于无敌 密码机点亮一波吸 骚起 应该是结束了 这把的MVP 一定是给到了 这个勘探员的操作者吧 这小兄弟 打的骚是很少 浪是很浪 但是确实操作是 就有实力 有实力 那边的话门好像封住了 杂技这边一刀倒地 金身也焦了 那边的门能开吗 两个人一个蹲 一个点 人挂上 呃 勘探员的话 这边卡着 哎 哎 这门 哎哎哎 等会儿 等会儿突然 那边人先捞下来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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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间好像但是现在核心问题 这个勘探员又来了啊 他你怎么还在这里 这勘探员真的是搞了一整局的事情啊 游戏可以输这勘探得那啥呀 打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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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